自2015年离婚事件后 陈赫很少分享自己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如今已经和张子萱有了一个女儿的她 偶尔会在微博上写出自己女儿的照片 但关于她和前妻许静的关系 如今究竟怎样了 近日陈赫在某节目中 首次谈到了她和前妻许静的关系 她表示不像外界想象的剑拔故障 节目中陈赫承认自己犯过错 但否认了两人曾经有买过水晶攻击对方 提到和前妻许静的关系 陈赫称两人还是朋友 正常交流都是OK的 很多事情都过去了 互相都过得很好 此前许静公开亮相拍摄广告宣传片的时候 广告中不乏放下一切 释怀过往等词语 当时陈赫发文写道 只有那些为了利益的人在制造恶意 可怕的是 大家更愿意相信那些为了利益的人 消费别人的过去并不光彩 被质疑是怼前妻许静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怼网友 我们两个就是朋友 就是很多东西都过去了 互相都过得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